Excel电子表格 我们在Excel电子表格里面插入图片了之后 我们想要图片根据单元格的大小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的效果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想在这个单元格里面放一张图片 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平常的话 我们会这么做 点插入点图片 然后去找到我们的图片 点打开 那找到图片进来了 找到图片大的 那我们让它调小一点 对不对 调小一点 那之后调到我们相应的大小了之后 把它放在我们这个单元格里面 是这样的 这样子放 这个的话呢 看起来它是放在里面了 但是这样的话 它没有根据我们单元格的变化而变化 看见没有 你动的话 那张图片根本就没有动 是不是 那到时候你图片变大了 你又要去让它动一下 这样子的话 有点麻烦 那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 我们插入一张图片 那张图片放在我们的单元格里面 我们不要去调整它的大小 当我们去移动这些线条的时候 那张图片也可以根据我们单元格的大小的变化而变化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样的效果是怎么做到的啊 好 那首先我们要框选这个单元格 然后待会把图片放在这儿啊 点一下这个单元格 点插入 点图片的三角号啊 然后点嵌入单元格 点本地图片 那之后去找到你的那张图片 然后点打开 那张图片就会进来了 而且的话 刚才我现在插入张图片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让张图片变大变小了 然后放进来 不用的 它就直接刚好就放在我们张 就是这个单元格里面了 对不对 那到时候你这个单元格 你把它调大的时候 它也会相应的变化 看见没 我们相应的去 拖动我们这个单元格变大变小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单元格里面这张图片呢 它也并没有就是自己移动到哪里去 它还是在单元格里面 而且的话呢 它会跟随着我们这个单元格的大小而变得变大或变小 对吧 你看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 如果哪时候你要把一张图片放在单元格里面 然后呢 你要让这个图片刚好就放在单元格里面 而且你移动这个单元格的大小的时候 那张图片也自己会变大变小 这样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做的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再来做一遍啊 光这个单元格 然后点插入 点图片的三角号 一定要点这里哦 然后点嵌入单元格 点本地图片 那之后呢 放哪 你就去拿找啊 然后点你想要的那张图片 然后点打开 那张图片就会进来 而且的话呢 它会刚好就放在这张 这个单元格里面刚好满 这样子的 到时候你这个单元格变大变小了 这样图片也是 相应的变化的 相应的变大和变小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讲的内容就是 插入图片了之后 图片要根据单元格的 大小的变化 这样的效果是怎么做的 好 这一节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 感谢大家的观看